中央财经大学 在北京的日子里 我的每一天都有吃的伴随 举个例子 在课堂上 您瞧 好同学们 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是危险 什么是风险 安德烈 安德烈 又睡觉了 安德烈 醒醒 你怎么懂睡觉呀 那你告诉我 这个两个词 什么意思 大功诃 大功诃 大家不管工作多么多 吃的饭也都是一样的 吃饭也不多 还是少吃的饭 非常好 那炒冷饭吗 炒冷饭就是 你怎么说呢 你做的东西 比如说你第一次做的这个 第二次 让你做 觉得你还是做一样的 这种炒冷饭 那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上空的时候会叫 我说很饿 很饿 很饿 我想回家吃饭 想回家吃饭 行 那要回家吃饭之前 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好 可以 真的可以 可以 那我给大家 让我们两个喜欢 好 没问题 知道 爸爸标证军委说 后面军牌改变好 后面他把标证更 交变踏更 后面好 非常好 可以 可以 现在回家吃饭吧 再见 再见 我离开学校 来到学校附近的菜市场 在那里 经过一饭和买菜的大爷大妈的讨价还价 我买到了自己想要的食材 回到宿舍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做菜 这样吗 这样吗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齿 饿得慌 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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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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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仅提高了中文水平 也交到了许多朋友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喜爱中华美食 喜爱汉语 喜爱中才 喜爱与你分享我的经历